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接着来讲华夏文明的瑰宝 长沙马王堆 上次我们说到考古工作者开始对三号幕进行挖掘 在填土取完之后 下面呢就露出了糯米瓷巴一样的青灰色的白糕泥 在清理白糕泥的过程中 一位在现场拍摄的老摄影师突然大喊 说这是两千多年前的绿叶 那么在场的工作人员就围过去 只看见这位老摄影师手里 拿着白糕泥中的嫩绿的树叶 眼睛里露出惊奇和兴奋的目光 但是因为三号幕坑周边有很多的树 那么有人就猜测会不会是从树上刚刚掉下来的 那么有人就建议说再挖 如果能再挖出树叶来那就是真的 那么在众人的注视下 果然又挖掘出了几片鲜绿的树叶 这真的是两千年前的树叶 不过这些看上去非常新鲜的绿叶 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始发黄 变得像煮过了似的 再过一段时间就渐渐的变黑了 他们后来又在白糕泥中发现了竹子 竹子刚发现的时候也非常的新鲜 嫩黄的竹心 清脆欲滴的竹皮 就像刚砍下了一样 为了把它保存下来 考古工作人员马上用白糕泥把它包裹起来 以为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可是过了两天 他们再打开来看 竹子早已变黑 而且萎缩了 可能他们只要一遇见空气 就无法保存了 三号木果室的周围和一毫木一样 也是用木炭和青白色的糕泥 甜色封闭的 白糕泥层约厚60到70厘米 把果室上面的白糕泥和木炭清除之后 同样是露出了一张嫩黄色的 看上去像新的一样的大竹席 竹席略大于果室的盖板 面积约25平方米 果室同样是颈字形 上面覆盖着两层果板和一层顶板 顶板极薄 厚6厘米多一点 果板每层有20厘米厚 把果板和顶板接去之后 果室的中央是三层套弯 比一号木少了一层 四周是边箱 边箱里也是放满了五光十色的 各种贵重的随葬品 三号木的建筑结构 几乎和一号木完全相同 只是规模略小了一点 比如说木深只有17.7米 木口的台阶少了一阶 果室长5.8米 宽5.05米 也比一号木略小 但是呢 在晋国室的入口处 却多了两个守门的木偶 木偶跪坐于木道入口的东西两侧 头上插着鹿角 有一米左右高 木偶呢 是用木块雕桌而成的 高高的鼻梁 圆征双眼 让人望而生味 身体的外面缠绕着草绳 外面还敷着泥巴 这对木偶放在木室入口的两侧 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他们是幽冥世界的守门人 关于这种木偶呢 在礼记中有一种专门的称呼 叫做除灵 郑璇在礼记的柱中曾经写到 除灵树毛为人马 为之灵者神之类 可以说这是护卫亡灵最早的名气 那么也有的书中呢 把这种木偶称作为吐蕃 锅舌打开之后 因为吸取了一号木的教训 所以考古工作人员第一件事情 就是马上提取官叶 因为官叶一溅到空气 就会发生变化 工作人员把早已准备好的真空泵 从棺盖上钻孔 把棺益抽入到真空装置中 以备化验之用 但遗憾的是 他们继而就发现了 三层棺材都有裂缝 棺盖封闭的也不严 内棺呢 虽然有棺叶250公升 但是早已经被空气腐蚀 棺内的尸体也已经腐朽 仅存骨架 经鉴定的是男性 年龄是30多岁 那么事后考古人员发现 在三号木卧市南边 有一处宽十多厘米 长110厘米的空隙 这个地方没有白高泥 可能空气就带着细菌 从这个狭长的缝隙里 进入到裹室和内棺 让尸体没有办法保存下来 这座巨大的坟墓 各方面的密封措施都非常完备 但只因为缺少了这么一点的白高泥 毁于一旦 在三号木的内棺上 他们同样见到了一幅梯形的薄画 当然它的保存不如一号木那么好 在墓室的边乡 他们发现了一块木毒 这是一号木所没有的 这个木毒上写的呢 相当于是一份公文 是写给阴涛地府的 大概意思呢 是汉文帝12年2月24日 代侯嘉诚 把随葬品的清单一本 移交给地府的主葬郎中 特此呢 向主葬军报告 这个公文非常重要 这让考古人员完全弄清了 此木的主人和他下葬的时间 头一句的12年之前没有年号 这是汉武帝创始年号之前的纪年 查阅西汉前期 没有纪号的纪年中 有12年的 只有汉高祖12年 和汉文帝出源12年 汉高祖的时候 历仓还没有被封为侯 那此木中的代侯家明文的 七七和代侯家成的风泥 而且还有汉文帝时 才发行的四珠半两铜钱 可见这个12年 应该是汉文帝的12年 所以木读上的文字 基本上可以确定 马王堆三号墓 埋葬于汉文帝12年 也就是公元前168年的 2月24日这一天 这种在墓内放置 告殷曹地府公文的习俗 在汉代初年 是颇为流行的 那么马王堆三号墓 从1973年 11月12日开始发掘 到12月13日清理完毕 历时31天 三号墓清理完毕之后 天气就逐渐变冷 考古工作人员考虑到 南方的冬天 虽然不像北方那样千里冰封 但是也会有冰雪 而且冬季过去之后 春季又是一个多雨的季节 对发掘工作极为不利 所以他们只休息了5天 二号墓就正式发掘 二号墓在一号墓的正西 彼此呢 毕临 中间只相距23米 大小相似 像一个马鞍形 为了得到确凿的墓葬信息 考古人员先用推土机 把风土堆东边的一半推掉 以便从裸露的抛面 弄清楚风土内部结构的情况 奇怪的是呢 风土堆的下面不像一号墓和三号墓那样 是一个方形的墓口 而是圆形的 也没有台阶 现场的考古专家就怀疑 这不是个墓葬 因为当时全国发掘过 大大小小的旱墓数万座 没有一座墓的墓口是圆形的 不过后来他们也猜测 是不是还没有挖到墓口 所以呢 就用推土机向下推 一米两米一直推到了五米多深 仍然是一个圆形的口子 所以这是不是一个假墓 考古学家又提出这样的疑问 但是呢 湖南省博物馆的几位考古老技工 凭借着几十年挖墓的经验 认为这不是一个假墓 那么发掘领导小组 召集了各方面的专家 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最后决定呢 用钻探机来探查 结果钻头探到大约十米深处 就发现了白糕泥 接着又发现了果板 这说明老技工们的话没有错 这是一个针粉 墓坑一开始是一个圆筒形 到达距离墓底三米多深处的时候 墓坑就变成了方形 墓坑的填土也非常的奇怪 每一层夯土层 都像圆顶帐篷那样中央隆起 四周下垂 不像一号墓和三号墓那样 一层一层都是平的 这样的墓葬形质 在之前并没有建过 为什么会建成这样 那么有的专家认为 这是按照当时人们对宇宙的看法 建成的 西汉张衡的东京副里就说过 汉代明堂富庙等建筑 要建成上元以向天 下方以向地 所以这个墓地 就模仿人间的这种建筑 建成了天元地方 整个墓就是一个小宇宙 这种天元地方的建筑方法 一直到明代还在使用 那么在二号墓的入口处 同样是贵坐的一对 头插鹿角 用木头和泥草 做成的守门人 二号墓出现了好几个稻洞 其中有一个稻洞称圆形 所以呢 这个圆形稻洞的年代 是最古老的 果然在这个稻洞里 后来发现了 稻木人遗留的一个 唐代的瓷碗 和其他一些随葬品的残片 当地居民也回忆说 1950年 当地农民协会 也曾经组织人 在这个墓上打动取宝 当挖到墓室之后 发现国室已经崩塌 而且地下水源源不断的涌出 因为无法把水排走 所以进不了墓室 最后一无所获 二号墓坑 它的填土是经过亢大的 在高泥层 发现了一个尚未生锈的铁航锤 它是铁柱成的 是一个口大底略小的铁原柱 上面应该有长长的墓柄 以便手持 垂底直径5.5厘米 与夯土上的夯窝大小刚好吻合 国室周围呢 有10到70厘米厚的木炭 木炭外面 甜色的是白色和黄色的高泥 很薄 由于木炭密封不好 再加上多年来不断的被盗掘 国室已经严重的腐朽 仅存四层地板 考古学家认为 木炭用的是两至三层套棺 1974年元旦过后 天气越来越冷 严冬将至 发疗工作更加的紧张 大家都希望在冰雪到来之前 结束工作 不要拖到多雨的春季 虽然二号木一再的被盗 但仍然清理出数百件珍贵的文物 有铜器 玉器 漆器 陶器 等等 其中呢 以漆器的数量最多 大约有200多件 能够分辨出器型的 有耳环 盘 弧 匕首 漆座等等 还有几件极为精致的铜扣漆器器 和螺系漆器 陶器呢 有顶 和 匕首 勺 熏炉等等 但他们全部都已经被压碎了 另外还有一些残余的木检 还有大量的 泥半两钱 泥金饼 以及木书 等等 马王队一号木和三号木 是下当于西汉汉文帝时期 汉文帝呢 是中国历史上 以节典著名的皇帝 所以呢 一号木三号木 随葬品虽然高达三千多件 但是里面并没有金银玉器 就是铜器 这两个木 也只仅仅取出了一面铜镜 但是二号木的情况不同 因为它的下当时间 是在吕后当权时期 所以呢 出土了铜顶 铜带钩 铜鲁基 铜印章 等九件铜器 还有银剑钩 银八方管 玉壁玉环 和各种玉事件 还有精美的 刘金的印章 等等 那么马王堆 汉木 三个木坑 从1972年 1月16日开始挖掘 到1974年 1月13日结束 三座木的发掘 历史两年 那么马王堆 汉木 三个木 到底这个木主人 都是谁呢 当然这个问题的答案 必须从出土的文物中 去寻找 那么考古人员 从出土的文物中 是否找到了 准确的答案呢 我们下一集 再继续给大家讲